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7月4日,也是电台的第404期 看到这个404,当然要讲一点404的内容了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404 不知道404的就不是中国人是吧 我们上网的时候经常会碰到404错误 然而现在它不显示404,而是有一个专门的网页 说哎呀,我这个网页被外星人炸走了 就请求资源嘛,请求资源不存在 可能是这个链接错误啊,或者资源被删除 或者是路径错误等引起的 一般来说的话,但是我是说在一般国家 检查的方法可能你就是检查这个URL是不是正确 然后资源是不是存在,或者是路径啊什么的 以及服务器啊,或者是后端程序是不是存在问题 但是在中国的话,就是翻墙嘛 在中国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就是翻墙 对程序员来讲的话,呃,就是我们很多的空 包括这个,呃,很多库了我都不知道哪一些 反正程序员你都知道是吧 很多的软件库非常有可能的话 就是你返回了404错误 好像前段时间央视上有一段视频嘛 为了展示中国的这个技术有多牛逼 就是中国人工智能有多牛逼吧 好像六月份吧,哎不是六月份 三月份还是几月份,完了,三四个月前吧 然后这个央视的镜头 就给这个屏幕上吧,就给这个一个程序员在那里工作 然后他这个镜头拍了一下 这个镜头的内容就一闪而过,可能就是 0.5秒或者这样一闪而过 但是已经很说明情况了,因为 现在高清啊,现在三小运机就这么厉害 就非常高清,那个 显示这个程序员小哥在干什么 就是 他认为是翻墙出了问题 他这样拉代码就是那个 使用的一个端口是7890 也就是说呢,他应该使用的是Clash 一款翻墙软件 因为他默认的这个端口啊 就是Socket 5的默认端口就是 7890 从那个画面上来说 因为高清的话,你其实可以暂停 然后看一下 就是他本地实际上是已经有一份这个TensorFlow这个代码了 他的错误其实是一种权限错误 他用GitClone Git,然后 这个Clone那些代码,Clone代码的时候 他其实出现了权限错误 但是呢,这个哥们第一反应是什么 跟大部分程序员一样 他没有看到权限错误 他认为肯定是一位墙 就这样 其实不是啊 他这次真的是不是被强 因为他本地已经有代码了 他只是权限错误 但是他配置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竟然是翻墙 然后呢 他翻墙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错误是什么timeout 然后这说明他那个T字没配置好 总之呢这个画面还是很有喜感的 对外行人来说可能就是 谁不会犯错是吧 然后就人工智能应该特别牛逼家 或者是什么 谁都会犯错 即使出错了的话 那也是成长的代价嘛 但是呢 你如果仔细想的话还真的是 真的是有点讽刺是吗 因为这个程序员小哥实际上并不是反强的错误 但是在他的脑子之中 竟然是哎 肯定是被抢了 实际上不是被抢是吧 他也不停地在配置防火墙 但实际上是另外的错误 就是没有办法 你这说明很多程序员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吗 就是出问题先找强 知道吗 这就是这个科技界人很多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是不是又不行了 是不是又被强了 基本上是这样 就没有办法施宜长寂宜自宜了 当然这一期我也没打算上传了国内平台 那也没上传了又是零四是吧 所以那就讲一点 随便讲一点 其实我很想讲一下乌克兰战争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最近最近几天嘛 不是俄罗斯的那个雇佣军 然后普京的厨师普里格金 也有人叫普里格任了 反正无所谓我也不认识 就普里格金光头 他突然要起来清军策嘛 结果只打了一天也就不打了 现在人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我看有的新闻是说他去了白俄罗斯 有的说他录了一个音频 我也听不懂啊 听不懂这个俄语 也没必要听懂 说明他不想录视频 所以他跑到哪里去了 也不好说 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但也没什么准性 因为普京喜欢杀人嘛 因为中毒了 或者是什么样子 他不是普京又毒了 可不止几个人了是吧 但也有人是说 这就是普京下到一盘大气 就是他要引诱什么 引诱欧美啊 或者是泽连斯基 你看看 我们这里乱了 你看你进攻 我就瞬间叫什么 诱敌深入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因为你诱敌深入的话 你就多诱一诱嘛 这边乌克兰这边还没 还没开始打 然后你这边就差点打到了这个 莫斯科丞下 就是不大像又迪深入的样子吧 但现在媒体上 应该是比较 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新闻 就是为什么他突然不打了 那并不是这个人不行 而是他的人数据的不够多 八千人吧 然后他本来是有个内应 内应呢 据说就是那个末日将军 就是有末日将军之称的 叫苏洛维晋 也是个光头 这个为什么叫末日将军 因为他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轰炸民用设施 就是无差别的轰炸民用设施 比如说他在这个乌克兰 他也炸儿童医院 他说有军事目标 因为他就叫末日将军 然后他也在这个叙利亚 也是炸就是民用设施 所以呢大家都喊他末日将军 估计呢 这次他应该要挂了 就是据说他的理应 理应外合是吧 就是这个没想到的话 苏洛维晋就一下被瓮中作弊了 显然人家知道 你可能要拍遍是吧 所以呢 苏洛维晋他拍了一个视频嘛 视频是用来干什么 就劝这些瓦格纳 兄弟们就放下武器 然后瓦格纳就放下武器了 为什么 我可能肯定要放下 我本来是想给你理应外合 就下面里面那个已经被瓮中作弊了 那肯定 那就没法反叛了嘛 显然就 被抓了是吧 反叛也就持续了一天 也就到此为止 而这个苏洛维晋的话 他的背景肯定是很 很厚实 就是非常雄厚 他爸爸是一个红耳带嘛 应该也叫红耳带 因为他这个苏联也是嘛 他爸爸是飞行员 但现在他也是空天军的将军 他爸爸是列宁 德国列宁勋章的一个飞行员嘛 后来摔死了 就说在战争中摔死 也不是在战争中 应该是他要开着 不知道什么 米格或者是什么 就是为了躲避 躲避人嘛 躲避某个地方 比如说飞机要挂了 我为了不要伤机无辜 然后呢就就摔死了 就这个样子 就他也是红耳带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我前面说了 就炸这些民用设施 在乌克兰 就他想象红耳带 他肯定很有人脉嘛 又有反叛的经验 他实际上在以前的时候 他就反叛过一次 但是叶利钦时代 他反叛过一次呢 但是叶利钦就怀如 有政策嘛 就是说哎呀 你这个下一次不要反叛了 是不是就这样 然后就就就放过他了 而且他还得到了晋升 这说明什么 他后台肯定是特别的硬 没有任何问题嘛 还有一次是说他的下属 就告他嘛 告他天天对我要打骂 为了证明他的下属就告完状之后 就马上开枪自杀了 对这个苏洛维基呢 也是没有任何影响 显然这个背景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这根本以前是在陆军的 陆军干 然后他也不会开飞机 也不会什么 但是还是去做了俄罗斯空天军的总指挥 然后开始炸叙利亚 他算是有战功的 因为他比其他人是有点战功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人 比如说那个普里格金是 是给 是以前做监狱 后来 大家不都说是厨子吗 实际上人家不是厨师 上菜可能是 会不会炒菜 估计够呛 他就是弄了一个豪华游艇 他在这个游艇上吃饭嘛 普京去吃饭 然后他就 他就端菜上去吧 应该是端菜 我认为他 也许会炒菜是吧 会羞耸炒鸡蛋 但他的厨师是怎么 他会给这些 克里姆林宫啊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做餐饮生意的 就是好像我们在高校 不是有那个鼠鼠老鼠吗 就这种 能送点去做餐饮生意 显然给克里姆林宫 然后提供餐饮 肯定是很赚钱嘛 然后可能又取得了 这个普京的信任 然后他又去做顾文兵啊 反正也是吓死还很 这个末日将军就不用说了 末日将军是有一点战功的 比这个 他这个这个少鱼股是有战功 我们知道少鱼股 一小时四十分 啥也没打 少鱼股以前是做什么 包工头 这个俄罗斯的很多的都是 没有什么战功 因为和平年代嘛 你你想上位的话 你实际上不用打仗 还是做包工头的 给军事叫纸和版大将军 比如说军队上的设施是吧 但是他显然交合版嘛 我就凑合一下 钱里赚了 所以这个少鱼股是包工头 然后这个是厨师 你想想能打成这个样子 也就不用说了 是吧 这个空天军的总指挥呢 他也是苏联时期 唯一一个也不会开飞机 也不会打飞机 估计打飞机都是说秘书来帮我打飞机 他就不用亲自打飞机的外行 就是领导的内行 俄罗斯的空天军也就在他的领导下被干死了 是吧 被这个乌克兰就那个防空设备干死了 就现在已经不怎么敢升空了 反正一上天就干下来 于是那普京也看他受不了了 是吧 你他妈的这啥呀 于是就把他撤职了 估计也是气不过是吧 这个哥们说我以前是总指挥是吧 你现在把我给副总指挥 你又把我撤职了 他很受益股 肯定是恨受益股 但现在就直接反了 反了的话 他以前是比较高调的 经常出来 我又要炸这个 没用设施了 把三星的总部给炸了 或者给这个什么给炸了 但是现在这个哥们 现在已经失联了 就是 现在俄罗斯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 比较混乱是吧 但是呢 乌克兰打的也不顺利 这个我们也是要承认的 乌克兰就打的也是非常不顺利 听我电台比较久的人 也知道我这一贯以来的立场 从去年 我就一直是 占乌克兰的 因为我觉得人要讲点这个什么嘛 你不能是 自己强就要欺负人家弱的 那时候我还是 心里觉得俄罗斯应该是世界第二 实际上他 看起来是乌克兰第二 而且在群里的话 我加了一些群嘛 大家都认为 乌克兰可能打的不顺利 认为乌克兰是在下大棋 这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谁会 拿着自己送来的爆尔坦 别人送的爆尔坦克去下这种棋 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如果大家了解二战的话 就会发现 二战的时候 实际上德国 已经把欧洲 除了英国之外 其他地方都蹂躏了一遍 基本上都大幅了 从41年到43年之间 这个盟军这边实际上已经统一了 已经统一 就好像现在这个欧美已经统一了 要干俄罗斯 以前的话 这个盟军这边也已经统一了 就是美苏 叫英美苏中吧 美英苏中 但其中苏联是最烂的 苏联跟其他三个国 苏联跟中国 跟英国 跟美国是有这个矛盾 而且是越接近胜利 矛盾越大 最后的话 就是中美之间 那个蒋介石跟这个 美国驻华大使 有很深的矛盾 否则的话 也不会打成打仗 打成这个样子 很深的矛盾 就是美英之间 也有很大的矛盾 就这些积怨的话 最后也是爆发了 就是反应在战场上 就是盟军一度 实际上是被压制的 即使你们统一了战线 他仍然是被压制了 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阿拉曼战役之前 这个盟军就被 龙梅勒打得不好过 沙漠之后 就是美国跟英国之间 我们认为 亲密无间的 就是战友 是不是 实际上也发生了 很多的矛盾 进展了非常非常不顺利 在中国这边 我们就不说了 发生的矛盾更多 就美国 苏联啊 苏联这个就更烂了 苏联当时就残悟一脚啊 什么的 也把中国搞得乱糟糟的 包括蒙哥马力 也就是很多人不太幸福 蒙哥马力 为什么呢 因为你蒙哥马力指挥的 实际上是 相对来是比较弱的 而且如果不是 不是你敲诈美国 不是那样敲诈美国的话 你这个仗还真的是打得不好 而且在这个非洲战场上 北非战场上的话 死的人是谁 其实意大利也没有那么弱了 说死在哪 也比较弱 但是在北非战场上 死的意大利人是更多 如果你说死的德国人 跟这个盟军这边的交换比 大概是1比4左右 但是意大利人实际上死的太多了 结果 你就觉得好像是盟军大胜 实际上是 德国还是比较厉害的 这一点要相信 这一点 乌克兰这边你说有什么事情 就现在我们看起来打得不顺利嘛 然后也 装备啊什么的 然后你也看到 就是乌克兰这边的士兵也好 还是指挥也好 就是骂嘛 骂说我们没有装备 你说后面有什么猫腻的话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 但是我想想 比如说法国在后面搞什么鬼啊 因为法国这个国家就是 就是有点问题啊 法国要搞什么鬼 像马克龙啊 跟他撒鼻子似的 反正是不是在拖后腿啊 这不好说 因为现在也不会摆在桌面上 很可能50年之后才会知道 不过我也认为是 俄罗斯肯定会失败 就跟当年德国肯定会失败 即使在阿拉曼战役之前 还有德国看起来很强大 他最终仍然是失败 为什么我会这么自信呢 是因为我觉得 俄罗斯跟德国实际上是一样的 就是半专制国家 这种国家的决策是不会透明的 并且他依赖于元首 依赖于这个希特勒 或者是依赖于普京 就算是他们都很聪明 我们认为他肯定是人精嘛 包括普京也好 或者是希特勒也好 他肯定是 大家知道这个罗美尔是怎么死的吧 罗美尔也是有点反叛 他们就罗美尔说参与了刺杀这个 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你说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是是有可能有 但是即使没有的话 他从北非拉回去 就就把他给弄了嘛 就是相当于撤职了 就类似于现在你说 哎呦 他是不是普 这个希特勒在玩大棋 也不是玩大棋 罗美尔有可能是参加了这个 刺杀这个希特勒的行动 你说像布里格金呀 或者是这个也是参加了 刺杀普京的行动 虽然很明显的刺杀普京 所以我觉得不是大棋 虽然中国这边天天就讲大棋大棋 哎不太可能了 这种大棋态什么的 就这些人他是有信息检防的 周围人都骗他 或者都怕他 怕他的时候就骗他 比如说罗美尔怕不怕 这个希特勒肯定是怕的 他就是打得再好 他也怕他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看布里格金叛变了 然后战争的总指挥 空天军的将军 也叛变了 接下来的话 希特勒做出了什么 就清洗嘛 清洗 我发现有没有人不忠诚于我的 我相信普京也肯定要干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看看你这说一股 写个检讨书 对我要忠诚 实际上你越写越不忠诚 就是能不能 现在这个情况是能 我觉得对普京来说 能不能打下乌克兰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应该是打不下来了 人家在不停地进攻 但是他这边被架空了 可就是不好办了 你可能就给干了是吧 而且现在到处都在叫什么 火上浇油是吧 比如说美国的FBI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就出来辟谣说 我们没这回事 联邦联调查局长也他妈是个牛居的 就说他不要扣在美国头上 我们没干这回事情 就是FBI有这些 有这次政变 或者是军事政变 没有任何关系 我相信也许是没关系是吧 但是FBI你出来说就不好 而且FBI现在的老大 局长是以前的什么 以前的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大使 而且嘛 FBI也说我们会抓住这次机会 来招募什么间谍 招募俄罗斯间谍 你想一想 这就是明显的就是火上浇油 你说他会不会找 也许不找 但而且他做了个视频 说没有人在听你们讲话 但是呢 你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就是对苏联这边去讲话 而且FBI的这个局长就说了嘛 你说这种火上浇油 那肯定 普京这边肯定就心里打鼓啊 哇靠 是不是 你这个是不是又要搞我 是不是又要搞我这个样子 但有人也不相信我了 实际上我挺 其实我挺不挺 对这个战局没有任何影响 只是我不希望俄罗斯赢 我希望俄罗斯血流成河 是吧 尤其是我也希望就是普京把他的手下给杀的血流成河 但有些人觉得你就是个美狗啊 他经常骂我实际上并不是 因为我也骂美国好不好 因为我干了恶心事也很多 比如说最近 最近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新闻 我也经常关注新闻 就是最近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事情吧 包括国内也在报道 就是说呢亚裔 就是亚洲人嘛 亚洲人报考一些美国的高校 就分数特别高 比如说黑人啊 比黑人高多少 比墨西哥人高多少 比白人高多少 反正都要高 因为亚洲人这边包括日本啊 就亚洲人就学习好这一点 那个韩国高考也特别残酷 中国高考也残酷 日本高考也残酷 就特别就是就是会会学习 然后呢 美国这边就做样子嘛 算是搞了个平权法案 就是说呢 我们你不能在分数上歧视亚裔嘛 就是你你这这么高 你比黑人高个200或者高多 比墨西哥人高多 那肯定不行了 然后就有记者写调查文章 说哎呀实际上美国 很多地方都取消了这个平权法案 比如说加州加州20年前就搞了平权法案 就是录取的时候 你不能够 不能够按照按照说 哎你因为你是亚洲人 你这个就高一点 但是用处不是很大 就是 以前的时候照顾黑人的话 大概就是说 黑人可能下降了一半吧 就是百分 比如说14% 然后降成了7% 那7%给了谁呢 可能就慢慢的分给了亚洲人 一部分 然后给了墨西哥人一部分 但是总体上就是这三者之间的竞争 但对白人没有影响 或者对其他人影响比较小 白人可能也少一点 但是呢 他没有完成 亚洲人能够告这个状态 简单是说我们就按考分嘛 是不是你画个分数线 咱们谁考的牛逼谁上 但是呢 人家美国是有另一套录取录取规则 比如说人家非常重视体育 我们知道你看MBA也好 说橄榄球也好 是吧 就是你这个上大学 比如说乔丹是上什么大学 是吧 芝加哥大学或者是什么 就他篮球打得好 体育打得好 他就不太考看分数 但亚洲人不行 可能你体格不大好 或者老爹老妈 从小就不让你去练这个体育 黑人体育人家就是好 人家就可以靠那个上大学 但是他有另外一套规则 因此呢 你只考分数是不行的 他有另外一套规则 就是重视体育啊 你会 还有就是说你家里有背景 比如你捐钱嘛 或者说你是校友 你爹妈是校友 或者你 你爷爷奶奶是校友 就是你以前在哈佛读书 是不是 然后 你妈妈在哈佛读书 我可能就给你 增加个80% 就是相同的情况下 我就录取你 因为你 你给你爸爸妈妈是校友了 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规则 包括还有就是你是捐助者 就是捐助者 大家知道吧 这亚裔这边的捐助者 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你给 学校修了个楼 像那个陈天桥还是什么 就捐一亿啊 或者是那个中国这边 很多的房地产商的老板 不都是一亿一亿的 给这个美国这边捐钱吗 你是捐助者 他肯定要录取你儿子嘛 我不能说肯定啊 你捐了一亿 给你个名额 那那有如何 是不是 你捐了个跑道 捐了个 捐了栋楼 像那个陈天桥 那个中国这边叫搜狐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光头 不就他捐吗 捐或者给这个哥哥大学 让他儿子就去 就是你是这个也可以 包括中国这边卖中医的这个 不是也捐个送礼送500万 然后没有捐给学校 就是说你送了个500万美金给哪个体育老师 说我家女儿特别厉害 是体育特别好 划船厉害是吧 划船比快艇还快 就这样 你就可以走这种后买吗 也算送礼 就他他美国 你也肯定是可以这样的 比如说你篮球打得很好 你就从小训练你 你家小孩打篮球 就是他这个平权法案是这样 你就是分数啊 人家不全按这个考试分数来录取的呀 这是规则就是人家定的 你这样报道下来的话 我也看到他报道 就是说你是亚裔的话 你这个人脉也不行 你肯定是新移民 你肯定各方面是要吃亏的 因此呢 这个你猛搞分数 你就是把这个分数卷分数 用途不大 比如说他说分数占30% 你再卷 他还是卷不上来吗 你又去打篮球 可能你这个亚洲人的体格 橄榄球或者什么都不大行 因此呢 还是不行 其实你这么搞起来啊 上的还多是多了一些 但是你抢了名额 并没有抢白人的 而是抢了墨西哥人 或者是黑人的 这样的话就就是什么 你是个子弹吗 或者你用来挡子弹 就是我看这里人就说 哎呀美国人还是虚伪 你可以看露取的那么多 还是白人 就是人家有这样一套吗 你这套 我你说是虚伪 我觉得也对 也是有点虚伪 如果你不抨击的话 这个 这个平权法案 肯定是 不会通过了 但是通过了的话 用处大不大 看起来也不是很大 因为他有其他途径来变通 你捐钱 你捐一亿 是不是 你美国这个高考 不叫高考 这个大学的录取 你人家有很多的方式 有钱也好 有人脉也好 你老爹是奥巴马 你肯定就去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也知道的 就是说 但是但是好处就是 美国人可以说 这个还是不行 你看那个记者就发了 说你这样也不行 对亚姨还是不公平 就继续搞嘛 你可以继续搞 反正咱们也不是美国人 我相信亚姨肯定还会 找到其他方法 比如说咱们在卷体育啊 橄榄球啊 或者是 或者是你爹妈就捐钱嘛 捐给哈佛一亿 是吗 研究脑科学 好像陈天桥就是 以前圣达的那个人 就捐研究脑科学 研究长生不老 但是反观中国这边就不行了 就系统性歧视嘛 但我们能看到美国的虚伪 但是看不到中国的虚伪 系统性歧视是什么 就你出生在哪个地方 你出生在山东 山东 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这四个地方 我说就高考的 地域之地 是吗 他不是按人种 他是按这个 你那里还有黑人 墨西哥人 亚裔什么 这里不是 就按你出生在山东 山西 河南 河北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什么就不行了 你这个高考分数就很高 结果你出生在首都 伟大的首都 是吗 你也是中国人嘛 你总不能说 他只能叫北京人 或者是 他不能 你不能说 哎呦 他是不一种 不相同的人种 这也不可能的 但是他这个录取比例 你就会发现了高考的比例 包括 包括以前山东这边被告吗 说是为什么圈国统一卷 我靠我这里500上不了专科 你那里400上100 妈那就告 然后告告状告教育部 谁敢发呀 是不是就不行了 这个录取比例肯定是这些 这就叫什么 这叫系统性歧视 系统性歧视 其实有很多中国人视而不见 比如说你是农民 我是农民 我是农民的儿子 比如说我那时候 中考高考也好 当然我是考的分子比较高的 但也是被歧视 因为我这个脑子可能 就是说我从小没什么见识 因为从小就在这 就是比如说 我是我们这个 我是莱武这个地方 而且莱武他还分农村户口 那么我们莱武农村户口 就要比莱武城市户口要 高高15分吧 大概是15分 就是你你天然的 要比人家考15分你才能上 但是莱武这边是不是又不行啊 你比济南或者青岛的话 你会发现专科本科又差一些分数 差100分200分 真的是100分啊 结果你这样一比较 差115 人家可能就青岛或者 但是你你再拿山东 再给北京比 你会发现这就是这叫什么 这叫系统性歧视 就是我就是 你可以说我这个没本事 是不是有本事 你你你爹爹妈厉害啊 就是你出生好的家庭 肯定是高考有游会嘛 然后事业有游戴啊 退休有保障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公正嘛 你说我买我去超市里 我买一袋方便面 我跟你交的税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样呢 并不是你是城里人 你就不交呀 你你交的多 我我我吃一包方便面也好 买一袋食盐也好 我们这是流转税啊 或者我去加油 加油里面有一半是税 你说你加的油 是不是跟我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受到的待遇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比如说高考就不同我要比其他地方高一百多分我才能够上这个线 就是两千年左右大家可以去查农村的分数要要不一样的农村要高一点农村户口更高 现在好像反过来了什么我不知道哈 但是你反过来仍然是一种歧视 你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 比如说你是农村的 你是农村的这个养老金一个月一百块 我85啊好像是的 我爹妈85 你那个城市总可能就多 你如果是公务员的话一万块 你说 你当然可以是说的 哎呀你以前受的是什么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是有这种可能 你比人家你是一万块的话那里是一百块是吧 你是人家的一百倍 你你付出的是不是真的是超过一百个 你是个局长 然后你付出的真的超过一百吗 一百倍吗 一百个老农民吗 或者说等到美国打过来或者是发生战争的时候 日本什么的战争的时候 你这个要顶一百个人吗 这显然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吗 我是觉得这种你要讲出来 但大家都不讲 就是说美国真黑 我看很多的 包括大媒体都在抨击美国 你看看对亚裔的歧视 你说是不是歧视 我觉得是歧视的 你这个分数那么高 但是你说你能不能说 哎呀亚裔就按亚裔的方法 你不能比篮球 不能比体育 不能比捐款 好像也不公平是不是 人家说乔丹说我怎么就会打男性 你不让我上大学吗 但是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国家不同 但也许有人就会过分的悲观 认为中国会有大规模的倒退 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可能 但是不会倒退到很久很久之前 比如大清的时候是吧 因为以前的时候 你就看大清出国的官员 就跟那个要死一样 要去蛮荒之地了 真的是不情愿去的 比如说你小时候要出国 没有人要出国 像展天佑啊 或者是什么呢 你出国就要准备着 这个小孩出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为什么要死了吗 而且小孩发现 去了之后又剃掉辫子 发现这被大清一看 卧槽 赶紧的叫回来 所以展天佑就是没有 毕业啊 或者是什么的 就不行了 因为他们发现谈恋爱了 也不会跪着你了 也不会对皇帝下跪了 也有了自由民主的思想 妈的崩溃了大清 所以就搞一期 咋不整了 就这样从小出国学习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个刘璇 西方的那些儿童 真的是特别逗 是吧 这边的大清最后不搞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了平等的时间 现在我们不允许有平等时间 就是你农民就是农民 就一个月 安安心心领领了100块钱 你是城里的 职工是领多少 2000 然后你是 是吧 事业边是多少 你是官员是多少 你就安安心心的 你不能有平等的思想 就是说 没钱的没权的 你好 好 但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出现 展天佑那种情况 因为 大家可以去在微博上 去搜美国大使馆的照片 有些人去说 我要去签证了 他妈就爱国 他非常 你会发现他非常爱国 但是他还要去签证 去美国上学 为什么呢 因为说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 你就看美国大使馆 那个北京下了那么大的雨 大家排队啊 打着伞 跟展天佑那时候是说 哇 不能去 我不能去哈 那个同 要洋文馆还是同文馆 就是大清的时候 没人去读书的 你最烂的 你去读英文 为什么 因为你读了英文 要去做大使 做大使 你去个环 去个那种恶心地方 这么外国很恶心 但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外国不恶心 这算是进步啊 这虽然只有两百年 两百年对历史来说 虽然是好几代人 但是对历史来说 这不算什么 知道吗 所以中国在进步 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有钱的有权的 都会把小孩 就是自己也好 还是小孩也好 你看看是不是 中国只要是首富就白白了 包括你知道 任何东西都白白 刘湘东白白了 马云白白了 海底捞的白白了 都走了 当官的是不是 小孩都去了 都去了 正规途径离开 就是打着伞去 去美国大宋 就是我们骂美国 为什么骂美国 因为我家的小孩在哪里 我他妈要天天监督你 是不是 就是没钱没权的 可能就走先 但走先就是偷渡嘛 但是我们就好像是 换了一种 说法说哎呀 走先就不是偷渡 就是你穷啊 你做不到 但也就是说 中国的老百姓 跟很多的官员 达成了一致 妈去美国是吧 你你 要么就走先 包括那个走先的 不是有很多吗 就是天歌是吧 就骂那个 操你大爷的那个天歌 然后还喊了很多的 就通通的偷渡 凤姐啊 或者是什么偷渡 还有一个在60多岁的诗人呢 还是什么作家 也是就偷渡嘛 我们就好像是说走欠就什么 所以这是一种选择 我认为中国还是 不能说中国的官跟民达成了 就是水火不用 不是在这方面真的是一致的统一 非常统一 就是有钱的通过护照去 没钱的通过偷渡去 然后共同到美国是吧 就是说再倒退 也不会倒退的说 那个年代说 你家里有这铅笔 有个西药 是不是你吃了个潘津西里 妈弄刷你全家 不会有这个程度 现在你看看 你西医也好 西医大家也用西医啊 以前的话你用西医就给你烧了 你看那个北京的大石辣 知道吗 那里有西医全给你烧了 一把火烧了 所以呢我们也要看 一方面要看怎么说 一方面要看怎么做嘛 吹得天花乱坠 自己的小孩去哈佛读书 去美国耶路 是不是 你就知道他的心中 还是认为美国比较好 尤其是说我要爱国是不是 尤其是那几个爱国大为 然后他有了钱就去美国买房子 然后那头被夹了之后 还回来说 美国算什么 然后他家小孩都在美国 我在美国是生活 在中国是工作是吧 哎好嘞 这一期就吐槽到这里 再见